爱吃粉蒸肉的朋友看好了 今天铁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制作蒸肉粉 自己在家做 无任何添加剂 吃得更放心哦 准备干辣椒8个 花椒50粒左右 豌豆3杯 大米2杯 我们先来把这个豌豆给炒干 把豌豆倒入锅中 我们的锅要无水无油 调中小火慢慢煸炒 把它炒干炒熟 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配比 多做一点 做好的蒸肉粉 放到面粉罐中 吃上半年都不会坏哦 用铁锅来炒碗豆 我们一定要勤快一点 一直给它搅动 要不然它表面会浮掉哦 差不多了 我们的豆子炒了有15分钟了 大家来看一下 盐韵饱满 现在把火关掉 把它倒出来备用 接着我们来炒大米 同样是中小火 一直翻炒 炒至它微黄 我们一定要勤快一点翻炒 让它受热均匀 炒成这样差不多了 微微花黄啊 现在把我们的干辣椒和花椒倒进去继续翻炒 给它炒上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后 倒入我们之前炒好的碗豆 继续翻炒多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炒好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把它摊开一点来 让它放凉后 我们再拿去打粉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来切一块五花肉 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到大碗中 下一步我们来进行腌制 加入几块姜片 来点胡椒粉 蚝油少许 再来点生抽 一勺的豆腐乳汁 少许的白糖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南乳汁和生抽就够味的了 不需要加盐 口味重的朋友也可以来一点 好 抓拌好之后 让它腌制半个小时 接着再来切个土豆片 蒸粉肉 我喜欢用个土豆来垫底 蒸出来也特别好吃 切好的土豆片 直接摆入盘中 摆好后放一边备用 我们炒好的材料也已经放凉了 把它倒入破壁机中 拿去打碎 破壁机一定要无水无油 大家记得 那样做出来的粉 才能耐存耐放 盖上盖子 给它打上30秒左右 就差不多了 哇 开盖这一瞬间实在是太香了 我那粉这样就做好了 十分的简单 把它放到密封罐中 可以用半年哦 很细腻的 30秒就搞定 先装一点出来 等一下我们要蒸肉 大概120克左右吧 肉盐制好后 给它裹粉 两面都给它裹满 裹满后 直接放到土豆上 把它摆好 全部裹好摆好后 我们就可以拿去下锅蒸了 锅中多来一点水 烧开后 把我们的粉又放进去 再把锅盖盖上 调中火 给它蒸至40分钟 蒸制的时间一定要够 蒸出来才好吃哦 蒸制时间到了 关火 哇 看到都超想吃了 今天晚上又少不了两杯了 最后来上点葱花 点缀一下 哇 这一道粉蒸肉就做好了 从制作粉到把成品做好 就是这么的简单 无任何添加剂 吃得更放心哦 喜欢的朋友 也动起手来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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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